来豪宅的扁家又跟这个豪宅扯上了关系 最近在高雄市林雅区的豪宅大楼 举行了这么一场小型音乐会 就演奏者当中赫然见到了前第一媳妇黄瑞静 这是我们的独家报道 那么虽然当时他把钢琴呢刻意安排在后方 但是一起米黄色像着亮片的礼服 让人不看他也难 他也是所有演奏者当中 唯一被安排独奏的乐手 那么根据了解这一场演奏会下来 四名演奏者总共获得了酬劳三十万 演奏者向大家致意 诶 这不是黄瑞静吗 尽管刻意保持低调 躲在高个子西方人的后面 但穿着衣袭米黄色香着亮片的礼服 头发也特别做了造型 先生陈志忠也陪在身旁 演奏时钢琴也被摆在最后方 就是希望不要抢走其他人的风采 不过黄瑞静依旧是焦点 原本没有要特别介绍 主持人还是把它搬了出来 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曲目呢 这场小型音乐会有大提琴小提琴 非常煎熬的技巧以及很有内涵的一些经历艺术作品 两个小时的音乐会所演出者的酬劳是三十万元左右 红瑞静既既是慈善演出以后 首次的私人音乐会走的还是贵旗路线 总统新闻王宠陈顾明高雄报道